我们就这么过来了 所以大家其实不要害怕 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这是最后一个有人缘的地方 从这以后就要进入到沙漠 那么我现在穿插一点 我们这次干了什么 我们发现了一个墓地 这个墓地一共有八座墓 那么这八座墓当年就被评为十大考古发现 而且几乎是后补上去的 因为我们发觉回来已经都十一月份了 但是这个发现回来之后 大家一致推选 这是中国当年的考古十大发现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这个墓地 那么这个墓地发现的八座墓可以分成三种类型 考古学对一些古代的遗迹遗物进行分析研究的时候 我经常采取一种 最初要采取一种分类的办法 比方这里边有一种像相似墓棺 就叠在腿像床似的这种墓棺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一般易看到那种普普通通的棺材 还有一种就是船管 就是把一个圆木抠出来这样的棺材 一共有这么三种类型 那么这里边有很多非常重大的发现 比方说这个三号墓 现在这个照片是现场刚刚把这个棺打开的时候照的 就是整个上面蒙着一个井被 这个井刚刚开这个棺的时候 颜色非常非常鲜艳 就像百货公司卖布那个地方放的是一样的 现在我后来又看过它几次 在国内展览又展过好几次 颜色已经不是我们当时看到的颜色 没有办法 现在的文物保护技术再高 全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能把这种丝织品按照我们刚刚发现的样子保存的一点不畅 这是一个船管 船管我主要给大家看 这是一个女性腰间的这么一个囊 一个小块包 这里边还有镜子 还有梳子 待会我们会看到的一些实物 这是这些墓葬里边发现的丝织品 中国大家知道我们不讲丝绸之路 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实际上这是指着东西文化交流的这么一条路 无非是用美丽的丝绸做了一个代名词叫丝绸之路 中国主要从汉代以后向西方大量输出的就是我们中国产队之路丝绸 但是丝绸中国古代丝绸什么样子 过去有很多发现 可能我们大家知道南方有个马王堆汉墓 但是北方发现的不多 主要发现是在南方的几个墓葬和中国西北地区 过去的发现足以证明中国汉唐时期的织物非常发达 但是尼亚发掘还出乎我们的意料 其实我们在当时发掘的时候 并不知道这里面究竟有多少种类 就这一个人他身上的不同的这种织物 就十几种 这是回到室内清理以后慢慢打开 我们发现有各种各样的 光鞋和这种袜子手套 不同的材质 不同的样式 有粘 锦 还有一般的那种锣 纱 然后还有刺绣 非常美 这是发现最大的一个整块的一个锦 上面有字 王侯和婚 千秋万代以子孙 我顺便跟大家讲 这个锦的发现意义很大 我们今天不可能讲更多更专业的 或者更多 但是这个我要简单提示一下 因为过去我们研究思绪品 说遇到这样一个问题 中国的这些思绪品和外国之间有没有差别 因为中国不光向外输出中国的织物 也曾经有记载 中国也有波斯锦到过中国 那么波斯锦和中国的锦有什么区别 过去有一种研究认为 就是说中国的锦是纬线启花 织物不都有金线和纬线 那么波斯锦是金线启花 这是有的一些人研究他们得出的结论 但是大家知道我们发现的一些思绪品都是残破的 金线 尾线 我要这么看哪是金线哪是尾线 所以还是争论不休 我为什么讲这么一个题外话 就是说发现这个锦的时候它是一个完整的 没有给它剪裁完了做成衣服 做成什么样 连边还都有 你想大家想这个发现重要吗 另外上面这个字 绝不是像一般锦上的那些普通的吉祥语 这个待会我再提 沙漠里边究竟是什么样 在这个里边 在尼亚随手可以捡到这种古代留下的一种遗物 因为这个地方是有特殊的一种环境 比方说我们进去之前 前期去的一些人已经对这个地区进行了 有一部分地区 他们进行了地毯式的采集和调查 我们去了之后 他们就跟我说 我们已经去过了 齐老师你不用去了 我说我不信 我说到中央老师肯定还能发现一些东西 为什么 一阵风吹来 就会把你原来的一些东西埋上 一阵风吹来 又可能把里边的东西又露出来了 这就是中国新疆遗址的一个特点 所以不可能说你去进行过一次调查 就把这个地方扫荡完毕 所以该发现的都发现 是吧 那这就是当时的古代钱币 进这里头是非常困难的 开始的时候跟大家讲了 那么中国最早记录和西方有关的书 是法显写的佛国记 是吧 它里边就曾经对我们去过的在沙漠做过这种描述 是吧 听起来很恐怖 说沙漠当中还有恶鬼还有热风 你进去之后必死无疑 不会有一个人能活得出来的 天上没有鸟地下没有兽 是吧 根本没有办法 如果你要像在那走的话 只能没以死能枯骨为标识 就只能按照曾经走这条路没有走过去死到旁边 对他们这个骨头尸骨作为路标 这是东晋时期的 法显写的书里面提到的 再晚一点 大家知道这个人更有名叫玄奘 他写一本书《大唐西域记》 我们西安人大概都知道 咱们现在还有戴燕塔 人回来取的那些金 不是在戴燕塔这个地方 晚上还要进行翻译 是吧 储藏 就是他 除了把这些经典带回来译成汉文之外 他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 就写了《大唐西域记》 对吧 《大唐西域记》很重要 他曾经走到这一带的时候 他是怎么描述的 和法显说的几乎一样 无非他说 事已往来者聚骨害以继之 就是你要从这走 你只能沿着这条路走不通 有人死了 他的尸骨是你的路标 这还真不是威延一种庭 我们去的时候 这是我拍的照片 就我们往里去的时候拍的照片 这些骨头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的人 这就是尼亚里边 尼亚遗址 现在还有一个保存在地面很高的一个夯土的这么一个佛塔 这个塔当然已经残破的很多了 和我们现在看什么 看了大雁塔小雁塔之后 说你这也叫塔 但是我跟你讲 这可不容易 这个古代一直保存在没有经过复修 一直现在能够在地面还有这么高 这就很不容易 而且代表那一个地区的建造方式 和那一时期佛教在这个地区的一些情况 那么这个地方离岛也就能看见 所以我们把营地选择在这个里面 因为你不管是到哪儿 远远能看到那个佛塔 是吧 也不至于迷路 这是我在远远照我们的营地的情况 尼亚里边有很多像根雕博物馆一样 是吧 很奇怪的 这是我们的营地 远处是我们的营地 我把营地推到前面给大家看一看 这是我们整个考察队 中日考察队的情况 这些帐篷我给大家说一下 字不太清楚 这个白帐篷是计算机房 但是这只是个计算机房而已 我给它加了一个引号 为什么呢 当时和我们现在不一样 我们现在手机的功能都这么大了 当时能用上电脑是已经很不容易的事情 计算机发展的特别快 当时我们中国的一般单位都没有电脑 日本他们把最好的设备带到这来 所以准备用一些电脑处理一些资料 不是更方便一些 但实际上没有做 为什么呢 电脑带进去就全部废了 每天刮风 细杀无孔不入 进去几天之后 什么键盘也不能用了 整个电脑带进去全都废 是吧 就没用上 不光是那个 每个人带的相机也是 就那个相机我们都怎么办 把那个相机搁两个塑料袋 照出来拍一张 马上塞到塑料袋里 再裹一布装到花包里头 就是这样我们进去的所有带去的很多人都带相机 相机一半以上 大概70% 全都在里头瘫痪 不能工作 我带两台 一个是佳能 一个是尼康 佳能就是现代电脑的 电子控制的 尼康是完全手动的 最后我电脑不行 完全靠手动的拍 你一拍就是过卷的时候 那时候脚卷 那时候没有现在书板 是吧 都是脚卷 过卷的时候 吱吱那个声 就是沙子刮的那个带 但是你就硬掰 反正能把照片留下来 所以大家看我这个照片不怎么精美 所以大家一定能够理解 那个时候能拍这个照片就不容易了 是吧 而且大家知道 北京大学100周年的时候 我们学校搞过摄影展览 我当时我拿了两个亿灯奖 就这拍的 倒不是我的技术好 也不是我的水平高 就是你在这里头 你闭着眼的拍回来都能得奖 因为什么呢 很少有人看到那种震撼的场面 是吧 我想我得奖的不是因为我的摄影水平 而是它比较难得 所以这样的照片能够留到现在其实不容易 这是计算机房等一个废物 这个红杖们看起来挺浪漫 在茫茫沙漠里头 这个叫红杖 那个双人杖 我们把它叫标准尖 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人在里边住 大家看这有一个叫中方大营 这中日联合考古队 这是日方大营 这个里边可以住几个人 整到晚上的时候 本来考察队都可以住到这个里边 但是没人住 大家想象一下 到晚上那就没有电 一到天黑了就黑 然后万籁俱静 有时候在刮些风 谁还愿意在这种恐怖当中在享受孤独 所以全都挤到大帐篷里头去 全都挤在大帐篷里面 没人住 这是厨房 马上还有露天的 这是我们的带你去汽油 这是我们的沙漠车 然后这个很重要 我们在除了中日考察队的人之外 还供了几个民工 这几个民工主要是驼工 带你去十四分骆驼 因为有时候沙漠车也进不去 这是我们的食物 活阳 羊是带进去活的 还给它带点草 两天杀一只 因为人很多 剩下那些怎么办 还得养着 天然保鲜 在那里头也没有什么 所以很可怜 明天就轮到他了 这是我们的沙漠车 这些车全都是 一个是奔驰 叫Unimork 全世界进沙漠 大家如果看海湾战争 美国的预海部队全是这种车 不会图上迷彩了 就是这种Unimork奔驰沙漠车 这个是比利时出的一种大的沙漠车 这个车挺好 这个名字叫曼 男子汉 车轱轱都非常大 这个车轱和我们这个车胎和我们看到不一样 沙漠车车胎的纹路是竖的 我们现在不是为了防滑都是横的 它那个是竖的 而且这种车是可以自动把轮胎的气排掉 然后自动把这个气再冲起来 沙漠我去过好多 人很少有这种机会 我穿越过东亚的卡拉库姆沙漠 也穿越过塔克拉玛干 到那个里头你就会发现这个车很重要 因为到沙的有这种很软的时候 必须要把轮胎的气排掉 一个着地面积宽 然后另外比较软 这样才能够上去 因为轮胎太硬不行 但是路稍微好一点 你要跑起来 把气再冲上去 这是沙漠车的特点 人站到这和轮胎的比例 大家就能够看出来了 在那里边生活 刚才我为什么叫沙漠酒吧 我们进去也带了一点酒 大家有进去不许喝 因为进去这帮人搞考古的 你要这样喝的话 就很快全给喝了 所以总是得有个油头的时候再喝 所以就放到里边 放到装急仰的车里面 后来发现几个年轻人 帐篷也不做 每天跑到那里去住去 后来被我们发现了 原来他们每天晚上在那里偷出一瓶酒来喝 所以我们后来就给他起个名叫沙漠酒吧了 在那里边生活 调查是很有特点 用沙的刷碗 我们水是定量的 任何的洗澡 你想都没想 谁想洗澡就觉得这个人肯定有病 是吧 洗脸也不许洗 刷牙也不许刷 这是规定 整个这次考察的规定 不许洗脸不许刷牙 因为所有的水都是带进去的 它主要是维持我们生命的 所以那个不行 你喝可以 只是允许喝 那碗 有的时候吃完方便面之后 看那个也不行 怎么刷 就拿这个细沙子 就那个沙子 我觉得很好玩 用那细沙子刷碗 我都上瘾了 如果再回来 可以刷得很干净 而且没有污染 是吧 当然我们帐幕前面可以 帐幕后面那个沙丘 那个地方不能用 那个寒碱 我们住那以后越来越高 不能用那个去刷 说起这个生活 大家看到就是我们发掘的一个场面 这个场面我主要给大家讲一个 这个很有意思 这有尼亚 我们去的时候就印了一些 大家一人发了一个队符 队符后边的尼亚这两个字 是从这个碱 就是当时出土的那个木碱上面挤出来的 写这个尼亚 最后我们这个队符 可是我们穿这个上飞机 从乌鲁木齐到河连部坐飞机先过来 那个空中小姐站在那边就说 怎么来了这么多难民 就把这俩人读成难民 你还别说 这个还真挺像 这两个字 然后他俩还在那嘀咕 说不像是难民 他们怎么手里头拿那么高级的照相机 他还怕我们听见 其实我们都听见 他说他们可能是给难民募捐的 就是这样 但是这些空中小姐她们说的话还真是歪打正着了 我们知道这是我们的场面 每天早上起来非常冷 我当时我的帽子这边有个直北针 这边有个温度计 早上起来的时候可以到零下七度 是吧 那么零下七度起来了之后吃饭什么的 我们每天的早饭就是方便面 方便面怎么做 就在外边搁一个大锅 烧水烧干了 一个人拿一个碗 把方便面放里头到那块咬一个 给你搁上热水 是吧 泡 就跟那个难民分舟 一样一样的 而且再一个你要知道 我们都没有 不洗澡 不洗脸 不刮胡子 拿一个天天早上拿一个碗 到那地方给你咬一下 你就跑到地方 没有做 蹲到那一吃 所以现在越想 那个小姐人就说的越对 是吧 这是每天早餐黎明的这种景色 再跟大家讲一下我们在里是怎么吃 刚才说的是早饭 现在说中饭 中饭就吃这个馕 我们陕西人对馕不陌生 但是和新疆的还有区别 但是你知道在这里面吃馕 这点土 这个馕坑 是我们从外边带进去的 要不那里面全是沙 沙子 你想做一个馕坑 这个不行 带着这些 做完这个馕坑 专门有个围族的一个人 他天天在那给我们打馕 有那么多人 每天我们回来有时候饿了 就从地上捡起来 吹吹完就吃 刚烤出来的很好吃 但是放时间长了 和陕西不太一样 现在我们吃馕是一种觉得好吃 为什么要馕呢 大家知道油木民中用馕是有道理的 因为你不管带什么食品 或者面包或者什么 过一周两周以后都坏 都会有不同的变质 就这个馕 这个没事 所以过去油木民中要用馕 一去去两三个月 它不坏 尽管它很硬 所以我们开玩笑 说这个馕怎么吃 所以找一个小溪 像做这个飞排这样 也给扔到上面完热 顺着水漂到这正好才能泡软了 非常硬 天天中午两瓶矿泉水 能吃你带两个 带一个 带三个 带四个都可以 这个还是管 还是可以保证的 然后领一包榨菜 是吧 最开始进去的时候 一个人一天能有一个苹果 但后来这个就都没有了 都吃光了